嗨,我是Maggie 这是Maggie三分钟料理 三分钟让你学会好料理 在家里做手工面 其实是很好玩的 而且是很好吃 面通常都有干的跟新鲜的 那如果是意大利面 他们都会用杜兰面粉 可是杜兰面粉不是到处都买得到 所以我就用高筋面粉跟中筋面粉 做我特别的面团 这边是300公克的高筋面粉 那这边是300公克的中筋面粉 所以我今天的面团 比例跟做法是有一点像意大利面的 那高筋越多 它的Q筋就越强 然后再放一点点的盐巴 我们把面粉中间挖开一个 这边是加起来600公克的面粉 就有6个蛋 现在所有的面粉好像一个防火墙一样 我们就把蛋放在中间 然后呢,我这边有两大匙的橄榄油 如果你喜欢那个蛋味很浓的话 全蛋就不要加水 然后如果做意大利面的话 蛋就会用一个叉子在中间先打起来 打匀了之后呢 就开始在旁边慢慢把面粉一点一点的夹在中间 一边再打蛋 就一边把面粉慢慢的往中间那边拨 继续打 那现在蛋跟面粉揉成这个样子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手把它盖起来 把它拌在一起 蛋跟面粉变成这个样子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开始揉面团了 那要揉多久呢? 通常都是5到8分钟 如果你揉的时间不够的话 是会影响那个面的Q度的 用身体的力量压下去 然后我们揉了大概8分钟之后呢 我们就把它用烤线包起来 然后放在室温一个钟头以上 大概一两个钟头之后 你就可以咬面皮了 那我这个面团呢 已经醒了两个钟头 就是让它松弛了两个钟头 现在就可以用来擀面皮了 那这个已经松弛过的面团呢 我还是要加一点中间面粉 你如果地方够大 力气够大 你可以一次过擀 可是你要比较简单的方式 我就把它切成四份 那我们拿一份出来擀面团 那剩下的呢 你们要马上擀 也要用保鲜膜给它盖起来 有松弛过的面团 就很好擀 那我们现在把它做成一个方方圆圆的 先给它擀成正方形 然后每擀一次 就90度给它翻过去 那擀面团呢 最好是同一个方向 不要来来回回 大概擀了10分钟 面皮就变成很薄很薄 薄到你手放在下面 你看得到 这样子就可以用了 让我们把面皮 薄薄的面皮卷起来 那你中间都要有一点面粉 不然它会黏在一起 那你喜欢吃多粗的面 你就切多宽 切成大概5.5公分 是不是很快了 那我们切完之后的面 一卷一卷的就把它摊开 那这就变成手工宽面 而且它是全蛋的鸡蛋面 那这些面条呢 我们让它稍微风干一下 大概放个10来分钟 然后就可以煮面了 这是Maggie三分钟料理 喜欢下厨的朋友 记得订阅哦 MING PAO? 感谢观看